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实然没有能够扭转早盘市场地迷的局面 上午10点发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意外远低于预期值 在多位市场蒙上了一层阴影 而昨天 托尔其在叙利亚边境附近击落俄罗斯战机 也让本就复杂的叙利亚局势陷得更加扑朔迷离 战争的阴霾继续加重 同样也是打击了市场的信心 标普白指数早盘一度狂蟹至2070点附近 随后随着地缘危机推升了油价 在油价直跌反弹的情况之下 大盘开始回暖 标普于道指双双翻绿 但是涨幅并不明显 市场再度进入了窄幅盘整的状态 那么受到地区局势紧张的影响 油价今天早上是一路高跟猛进 但是午后有所回调 这是午后大盘未能继续突破的一个原因 尽管如此 今天WTI清制原欧期货的价格 还是有2%的涨幅 再度攀上了每桶42美元 金价也是在低迷多日之后出现了回暖的迹象 盘中一度向每盎司1080美元接近 那么昨天我们是谈到通常感恩节这一周 股市的表现会不错 但是看来本周股市的表现并没有特别的亮眼 CNBC最近就有一篇文章表示 圣诞老人今年迷路了 惯例的年末上涨可能不会如愈而至 总体来说 周二美股受到地缘冲击的打击影响 早盘低迷 盘中跟随油价一度上升 但是涨幅有限 总而言之 股市的假日气氛显得有些沉闷 截止周盘 道琼斯贵平均指数上涨19.51点 报17812.19点 涨幅是0.11% 标准普百指数上涨2.55点 报2089.14点 涨幅是0.12%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33点 报5102.81点 涨幅是0.01% 本交易日 纽交所成交了7.99亿股 纳斯达克载所成交了16.45亿股 交易量出于平均水平 今年纽交所成交最活跃的股票 前三名分别是 San Edison 通用电器 以及辉瑞制药 纳斯达克载所成交最活跃的股票 前三名分别是 BDBD 苹果公司 以及 PMCS 多伦多股市成交最活跃的股票 前三名分别是 Canadian Natural Resources 交易代码是 CNQ BBD 以及 BTO 那么在个股方面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 近期波动较大的医药板块 连续上涨了一周的Kelobios 今天终于出现了获利回吐的现象 盘前下跌了18% 开盘之后曾经一度小幅上扬 至每股40美元的上方 但是很快开始逐渐下跌 午后的跌幅一度扩大至43% 报每股22美元 尽管如此 这个价格比起其上周二 2美元的价格还是翻了10倍 另外昨日盘后 比尔阿克曼掌管的潘兴广场 增持了Valiant Pharmaceutical 9.9%的股权 再一次表明了看多的立场 然而市场的反应非常的平淡 今天Valiant的股价变动并不大 报每股87美元 此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企业财报方面 著名的珠宝品牌 Tiffinies迎来了利好的消息 第三季度的美股收益是高出分析师的预期 另外总营收虽然低于预期 但是零售店的总体销量同比上涨了1% 那么对于营收下滑的解释 公司依然是归结于美元走强的问题 同时对于未来的预期也是保持谨慎 但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衰退之后 今天好预期的业绩 还是给Tiffinies公司带来了3%的涨幅 好的 我们再来将焦点转移到太阳能企业 San Edison San Edison计划出售价值3.5亿的太阳能设备到印度 另外公司还宣布对一期管理团队 和董事会成员进行改组 说到以上另好消息影响 今天San Edison股价暴涨了23% 报美股3.69美元 好了 以上的就是今天的美股报道 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